另外呢你如果要找就是完全沒有版權問題 而且也不要像創控CC那麼麻煩還要連回去的 你就找這種CC0或者PDM的 好那因為在我們的這個裡面啊 這裡面 PDM的就是所謂的公眾領域的 那另外一個叫做CC0 Pubbed Domain的PDM 還有CC0 這兩種呢是 你只要是人就可以拿去用 直接拿走 不灰灰衣袖帶走一片雲彩 拿了就走 那麼現在呢有一些圖庫 專門就是收集這些 就是收集這些所以我上面整體有12個可是12個不是全部 因為只是其中一個那如果你想要我一次就都找這些圖庫的 我們國內有一個部落格 布洛克他寫了一個利用Google的搜尋情直接幫我們 過濾這些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打關鍵字 那他就幫你過濾這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往下走 我找給你看 另外你在弗里克他也有這個專區 弗里克各位應該知道吧 比較熟悉對不對 因為很多攝影的愛好者喜歡 派好的傳到上面去 那他有這種CC0跟PDM 的專區 也就是你上傳的時候他就 直接就授權 我是CC0的 各位知道CC0跟PDM差在哪裡嗎 不清楚 PDM的話是屬於什麼 人類共同資產 比如說萬里長城 金字塔 這樣你了解意思 就是你都可以拍 那因為或者像我們詩詩啦 畫作啦 那些就是沒有所謂的版權問題 都已經很久了 都已經很久了 而且不是只有這個 文字音樂影像 全部都算 全部都算 那CC0 是 雖然我還在那個著作權保護的這個 期限裡面 可是怎麼樣 作者自願放棄 你就拿去用 這樣了解 你就直接拿去用 所以 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我找一個 有中文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唸比較好 因為這個還不錯 你看它上面可以找的包括什麼 點真的 圖片 向亮的 連視訊都有 視訊的免費素材現在是慢慢越來越多 也是慢慢越來越多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去找 看你要哪一種 那麼 假設你要這一種 我把它點過去 或者像這一種好了 因為這個 聖誕老公公快要到什麼 對不對 你看 右手邊 因為這裡有中文你可以比較方便看 有沒有發現 他說是CC0授權 而且你可以用作商業用途 不要求署名 你就是不用連結回來說 這是來自哪裡的 那你就按一下下載 他還問你 有沒有需要更高的服務 請問這樣幾千萬像素 各位那個幾千萬像素知道怎麼算出來嗎 數位相機那個 幾千萬像素 上面公司不是在上面嗎 長成一塊 公司已經在上面了 所以 這樣子 應該是 大概一千五百萬像素以上 所以 你要拿去用 是不是就直接拿去用了 那麼 你如果要下載 好假設我這一口就按下載 你告訴他 我不是機器的 這個 最近因為Google的那個 有時候 你如果有不小心答錯了 你就 有車子的對不對 有車子的 你看他就跳出來 好確定都沒有了 驗證 就 真的下載 有沒有就直接下載了 就不用再 問你是誰好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方便 所以如果說 我這種比較大尺寸的 可不可以拿來 我們這邊當背景用 當然可以啊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雖然他 內建提供我們都是比較向量的 對不對 可是你一樣可以放點證的 你做影片 有沒有分向量跟點證 沒有啊 影片出來 只要是你剛看到什麼 NP4啦 AVI那些都是點證 所以即使你是向量在裡面 也沒有什麼差別 也沒有什麼差別 那 這個兩個部分呢 就先給各位稍微試看看 好吧 我們下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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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輩子